BEST SQUARE GAMING 大家好 歡迎收看BEST SQUARE GAMING 我是Nio 這個冒險聖歌Anthem已經推出了兩個星期 這段時間我一直都在用這個巨帳號 巨帳號擁有四種機體之中最後的護駕 而他的防護罩就用盾牌來代替 所以巨帳號就可以衝進敵陣和敵人戰鬥 接下來我就會分享一下我所用的巨帳號 他的裝備和戰術打法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巨帳號在史詩級裝備的階段 戰術多數都是左律右火 小兵多的時候拉起盾衝進去撞散敵人 打大BOSS就配搭一支老爹散彈和自動炮 就像趙子龍救阿斗那樣如日無人之境 不過當你要拆中獅難度的時候 就不可以亂來 中獅難度其實比困難難很多 所以就要開始講究一下裝備和打法 加上大師級裝備附帶一個被動技能 所以如果你配得合適 就可以輕鬆剪壓中一的難度 首先我就會講一講 我拆中一關卡的時候用的戰術 主要就是用電流圓頂的技能 將敵人凍結 然後就拍地 使出連擊爆炸 接著就是講武器 我主副武器其實都是用自動炮的 破斧沉舟就是主武器 無盡攻城就是副武器 如果我可以將斯達拉之拳 取代破斧沉舟就更加好 這個打法就會著重在連擊的傷害 兩支自動炮其實都是補刀的 我們先講講配件 第一我就要裝這個忠誠的徽章 這個配件就要增加自動炮的彈藥容量 避免彈切的情況發生 被動技能就是破盾時 可以提升技能傷害40% 不過這個技能對我來說 其實可有可無 因為多數一破盾我都會走 我也不會留在戰線上 第二配件就是強化機身 這個也是增加自動炮的彈藥容量 但重點是被動技 屬性效果結束就會增傷20% 還有最重要的是每10秒就可以發動一次 第三就是爆破貢品 提升跑盾傷害就300% 之前說過巨匠的戰術 其中一點就是用盾撞散敵人 所以這個一定要裝備 而且重點是被動技 使用近戰武器擊殺敵人 就會立即獲得20%護鴿 可攻可補血增加巨匠的生存能力 第四個就是前鋒文章 這個配件最大的作用就是增加35%雷電傷害 雷電這個屬性大家都知道可以破甲 而且有裝甲的敵人要破甲才可以上屬 所以這個也算是攻擊中的輔助技 第五個技就是強勢登場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動技能 可以提升輔助技能時間的50% 就是CD快一點 因為兵雷圈的技能發動的持續時間不多 所以難免有時候都會用盡 我們多一個減CD的技能 作為保險都不差 最後就是吹化超載 這個是六個配件之中最具威力 它就可以提升連擊傷害50% 而且連擊還會提升技能傷害40% 還可以持續20秒 玩連擊流必要裝的配件 最後就是講一講兩個裝備的技能 L1我們會用這個電流圓頂 這個是連擊流的核心技能 雷兵圈凍結敵人 然後再拍地連發這個人連擊爆炸 連擊傷害高 有時候還可以吹飛敵人 青小兵是十分之快的 有護甲的敵人可以用電擊破甲 破甲再急凍然後引發連擊傷害 青小兵觸發爆破貢品配件補血 吹化超載配件可以增加連擊傷害 這幾個技能就是雙輔雙成的 R1我會選擇綠容劑 這個裝備就要增加連擊傷害200% 偶然都可以拿來減防 再進一步增加輸出 以上就是我玩這個連擊流的配件 以及我所用的裝備 今天裝備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